大家好我是英哥 今天我们来山林 我们来找一种树 一种能吃的树 就是这种 这棵树能吃用的部分是它很耐心 但这棵树特别的高 我们要把它砍刀下来 这样才能够把它耐心拨出来 这个就是种 以前拿这个来做种点 或者是用来搓榫子 它的材质是非常好 非常柔软 也非常的短和 但现在已经没用这个了 这个树叫种树 在我们这里 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 在20年以前 我们这里的经济手术 主要靠它 但是在今年 它已经不值钱了 也没人收购它 所以我们把这个种树看了之后 我们再装上其它经济作物 像我们在拨这个种片的时候 我们刀不用太深 太深的话会伤它的树干 这样这棵树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用的太小的话 那么这个种它又戒不短 所以起不下来 所以对这个技术要求还是非常的高 这棵树就给的有点儿勤 种粑粑也出来了 种粑粑 嘿 这个太松了 直接这个 这个剥的这个直接就快吃 非常好吃 甜甜的 好 好 就會把口彈這樣 放進去 把口彈了 把口彈了 把口彈裙 把口彈掉 把口彈欺負 把口彈給你 把口彈剩 把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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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还没长大一种保密 最明显看它已经开始腐烂 可能是由于今天的天气才干 水分不重处造成的 这样剥去出来直接可以吃了 非常脆 非常嫩 而且还非常的甜 但是这个地方厚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有点枯萎 现在我们这颗中心已经全部剥齐出来了 它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都是能吃的 而且里面是非常的嫩 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剧短 所以里面这一点才是这里的 也最好吃的 太好吃了 我们一般都在冬天刮这种 因为冬天下雪之后它会更加的甜 下面这种捞的它是稍微有点点枯萎 在小的时刻我们把它当成零食来吃 也是我们小时的一种美味 现在很多地方把它用来炖鸡 包汤是非常好吃 非常咸的 水里面的 水里面这种水好吃的也最冷的 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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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非常像那个底瓜的味道 但是它要比底瓜更加脆一些 更加嫩一些 嗯 好吃 这一颗的中心 我基本上已经吃完了 就剩下几个中宝米 我们把这个中宝米带回家吃 待会我们再去刮一颗 给陈梨家的朋友也带一下 让他们尝尝我们吃下你的味道